手拿彩球特教班小朋友 跟著音樂載歌載舞 看似簡單的舞蹈動作 對他們來說卻不容易 花了好長的時間練習 才能在連續舉辦三年的 特教小天使才藝表演活動中 展現平時苦練成果 按照他的那個能力 就是分解動作 一一的教給他們 所以雖然你們看起來 很簡單的舞蹈 事實上對孩子來講 是花了很多的時間 然後對指導老師來講 也是花了很多的時間 一步一步的教他們 來自全縣七所國中 十五所國小 共四百五十位特教小天使 受到爸爸媽媽的鼓勵 積極練習 每位小朋友在台上展現自我 有舞蹈 跆拳道 大合唱的精彩表演 不僅成功讓台下師生們動起來 更從表演中獲得自信心 縣長是非常重視的特殊教育 縣長上任第二年 我們馬上就提出了 特殊教育的一個白皮書 五年計畫 我們也逐步逐步的要完成 我們所承諾給大家 在特殊教育領域裡面 我們該做的 紀錄縣政府鼓勵 神心障礙學童 多參與各類活動 藉由舉辦才藝成果發表會 激發孩子無窮的發展潛力 更開拓他們的肢體表演力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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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